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财经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则精彩的新闻要与大家分享 首先巴黎奥运即将使用阿里巴巴的 白节能工具来减少场馆的碳台放 这次合作将在35个比赛场地 进行实时便利消耗数据的测量和分析 目标是将碳排放量减半 接住我们来看看日本的酒商们 如何应对国内消费下降的挑战 他们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和韩国 2023年的酒类出口总额达到845亿日元 最后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的相信 震动了亚洲市场 香港恒生指数和深圳综合指数都出现下跌 这也让中美贸易关系再度成为焦点 南华早报报道 巴黎奥运会将使用中国互联网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的i驱动节能管理工具 以减少比赛场馆的电力消耗 力求实现首届碳中和奥运会 阿里巴巴的NRP Expert是一款数据驱动工具 将在奥运会期间对巴黎35个场馆的用电情况 进行测量和分析 该工具基于阿里巴巴运部门的深度学习i模型 能够根据实时用电数据生产场馆特定的预测和建议 帮助优化能源需求 阿里巴巴还将分析之前奥运会的历史数据 包括伦敦2012 平昌2018和东京2020 以提供更全面的能耗趋势分析 并为未来奥运会的电力消耗规划提供帮助 巴黎奥运会组织者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计划将活动相关的碳排放量减少一半 并通过资助植树造林森林保护和可再生能源项目 来抵消其余不可避免的排放 使这季奥运会成为历史上最绿色的奥运会 巴黎奥会还将使用现有或零食场馆 并在比赛期间使用100%可再生能源 进一步减少碳足迹 德国之声报道 日本的饮料公司正面临国内消费下降的挑战 因而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 推广他们独特的啤酒、清酒和威士忌风味 近年来日本的酒类消费显著减少 尤其是在COVID-19疫情期间 许多人减少了与同事和朋友外出饮酒的频率 日本清酒和烧酒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 Hiromi Yuichi表示 人口减少和年轻人出于健康考虑 减少饮酒是主要原因 此外,进口的外国酒类和啤酒 对日本传统饮品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 导致清酒酿造商的数量 从40年前的约4000架减少到现在的1400架 啤酒行业也面临类似的困境 2022年日本人均啤酒消费量仅为34 而捷克和德国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88.5剩和149剩 为了寻找新的增长机会 日本的饮料公司开始加大对外国市场的投入 2023年日本出口了价值1344亿日元的酒类饮品 尽管这一总额较前一年有所下降 但远高于2011年的170亿日元 中国、美国和韩国是日本酒类的主要进口国 而日本啤酒在中国和韩国的需求也有所回升 《南华早报报》报道 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后 中国投资者纷纷追逐一些名字 如特朗普大胜的股票 上周末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的诱饵被子弹击穿 一名观众丧生 这事件使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的几率 从60%上升到70% 特朗普此前表示 如果当选 他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分析人士认为 这将引发亚洲市场的资金外流 恒生指数周一下跌1.1% 而深圳综合指数下跌0.8%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下跌了0.2% 有分析师指出 特朗普若再次当选 将可能对中国企业采取更激进的政策 包括关税和制裁 这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打击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第二季度放缓之四 零售销售也低于预期 投资者对特朗普可能回归总统职位的担忧 导致一些中国股票被热厂 例如软件开发商WiseStar 其中文铃听起来像特朗普大胜 在深圳股市上涨了10% 这显示了特朗普效应在市场上的影响力 越今亚洲报道 中国尽管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采取亲俄立场 且因过度制造产能导致全球经济受挫 依然在积极深化与其他国家的对话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伊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官 近期访问中国 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讨论 德总理舒尔茨也在2023年4月访问了中国 随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访问了法国 德国一位跨国公司的高管表示 国家领导人的访问对企业影响巨大 舒尔茨的访问促使中国当局迅速批准了 之前被去的产品许可 并简化了其他产品的海关程序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却在逐渐疏远 自2023年4月时任外相明方正访问中国后 未再有日本部长及官员访问中国 这种缺乏个人交流的现状 不仅削弱了双边关系 而使日本在了解中国最新发展方面处于劣势 外交政策报道 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夕 其右翼政党在欧洲各地取得了进展 而绿色政党和自由主义者则遭受了损失 欧盟的绿色协议及其环境政策 被指责为导致许多欧洲国家经济衰退 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危机的原因 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在选举中获胜 其政策平台提议回撤现有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并暂停风能开发 欧盟政策制定者面临着制定绿色工业战略的挑战 该战略既要实现气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又要在经济上与美国和中国竞争 同时解决转向极端主义政党的选民的担忧 欧盟需要加强工业技术以实现脱炭 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绿色技术 同时确保过度的公平性和社会包容性 尽管绿色协议在政治上遭到攻击 但其关键组成部分对于欧洲的竞争力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BBC报道 中国经济在第二季度表现不佳 官方数据显示增长率为4 低于预期中国政府设定的年度增长目标 约为5% 在北京举行了关键会议 三中全会上 习近平主持了370多名中共高层的闭门会议 讨论如何应对经济放缓 尽管官方媒体的评论充满了改革的热观情绪 但观察家们对在习近平高度集权的领导下 是否有大胆想法或辩论空间表示怀疑 经济学家认为 此次会议对短期增长影响不大 主要关注长期改革以释放经济潜力 数据还显示 6月份新房价格已9年来最快速度下跌 表明房地产危机的严重性 零售销售增长仅为2% 显示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 北京似乎不愿采取短期刺激措施 而是强调加强供应链和高科技产业 迷南米德欧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 第三次全体会议 终于定于星期一召开 这次为期四天的会议 预计将决定未来5-10年的经济战略 回顾以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1978年确立了改革开放政策 1993年正式确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 2013年则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神们提出了5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否会宣布大规模刺激计划 李强总理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中国经济需要逐步恢复正常 但我们认为宣布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是否会进行更多的人事变动 虽然两位前国防部长已经被开除 但我们认为会议主要还是会聚焦经济议题 第三是否会为住房或土地奠定新基础 我们认为政府更可能进行结构性改革 逐步减少房地产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 而不是推出更强的救助方案 南华早报的另一篇报道指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政治集会上 遭遇暗杀未遂事件 加上中国经济数据不佳 导致香港股市早盘下跌 恒生指数下跌0.6%至18% 180.11%恒生科技指数下跌2% 而上海综合指数微涨0.1%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均出现不同程度下跌 中国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4% 低于市场预期的5.1% 也是自2023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弱增长 零售销售同比增长2% 也低于预期的3.4% 工业生产是少数亮点之一 KCMTrade首席市场分析师Chin Walter表示 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经济仍在努力获得牵引力 同时投资者也在关注特朗普暗杀未遂事件 对市场的影响 IG市场分析师Yip Jiang Wang认为 这可能会导致美元走强 因为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引发通胀压力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中国20届三中全会 期待经济改革的发布 南华早报的评论文章指出 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低于预期 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 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4.7% 比于经济学家预测点08 也低于第一季度的5.3%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 这些数据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和挑战 金融时报报道 马来西亚国王正试图重振他在国内 启动的一项巨型房地产项目 该项目由中国开发商易贵员负责 但因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危机而陷入困境 这个名为森林城市的项目 计划建造豪华公寓、酒店、购物中心和高尔夫球场 跨越马来西亚南部海岸的人工岛屿 最初被誉为梦想天堂 然而 这个中马合资项目在金融时报记者最近的访问中 显得更像是一座鬼城 红与大多空置 开都加可救 由于碧桂园负债累累 未能优先考虑起最大的海外项目 森林城市仅完成了15%的土地开发 然而 这也为马来西亚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 自今年1月成为国王以来 苏丹伊布拉辛伊斯坎达尔在项目的方向上 扮演了更积极的角色 虽然股权结构没有改变 但碧桂园仍持有60%的股份 而国王拥有60%的股份 而国王拥有64%股份的私人公司 艾斯坦达尔纳杠88持有剩余的40% 今年国王的顾问与联邦和州政府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重新定位森林城市的建议 马来西亚总米安瓦尔·伊布拉辛去年宣布 森林城市将被指定为一个特殊金融区 提供包括较低所得税率在内的激励措施 尽管如此 森林城市的销售情况仍难以验证 街道和免税购物中心大多空无一人 南华早报采访了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斯蒂芬·罗奇 他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提出了见解 罗奇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 但2013年18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许多改革未能有效实施 特别是家庭消费战GPT的比例依然天低 未能解决这一问题 是中国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长期问题 罗奇认为中国需要从数量增长转向 质量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关键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TFP一直在下降 这对于一个面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国家来说 是一个严峻挑战 罗奇还强调 尽管中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人需更多关注内需 特别是私人消费 若中国未能提升家庭消费比例 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此外 他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示担忧 认为美国对中国绿色技术加征关税是一个重大错误 不仅保护了效率低下的本土产业 还阻碍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罗奇希望中美关系在未来能够避免进一步恶化 并呼吁两国基于信任和合作重新接触 尽管他对中国经济持谨慎态度 但罗奇表示 如果能够解决其结构性增长挑战 他愿意重新恢复对中国的乐观态度 试炼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必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和学家组成了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x Star 规范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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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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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